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目前长征7号摇四运载火箭 已经完成推进级加注 计划于北京时间2021年9月20号15时许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的准备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装载近6吨的补给物资 将与空间站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天舟三号快递配送准备就绪 为后续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 今天文昌发射场天气情好 这次任务是文昌发射场不到半年的第三次发射任务 2016年建成的文昌发射场 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发射场 也是中国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场